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说 量能是并没有出来 而且算是萎缩了非常多 只来到了580亿 这个量竟然创下了两个多月的新低量 上次出现了500多亿的时间 是落在了6月17号 当天只有560多亿 但是随着那个时候 曾经是往下创低 但随后又是往上的走高了 这次台北股市是不是能够复制一下 上一次的行情模式呢 这个鼎泰哥哥 事实上我们如果看到 一般来讲 技术面上是这么说的啦 低量叫做近底 接近底部啦 那低量 当然一般的说法是说 这个低量还有低价啦 不过7900跟7800也不过 这个低价就差不多嘛 我自己说 他不是说现在低量 然后就是以那个6000点做标准的话 那当然就有点扯了啦 那么低量一般来讲就是近底 那么有可能一般技术面来讲说 低量会有低价也不尽然 这个一定要推翻一下 因为技术面它有它的观念 但是不是100%的 然后我要跟大家讲说 但是这个低量已经告诉我们说 事实上如果真的要再大底也不容易了 在那边绕啊绕啊有机会上去 因为国际股市也有点在开始做反弹 那么杰森友 的会议啊 杰森友 的会议啊 杰森友 的会议之后的话 事上市场对这个QE到底 要不要退场 那么事实上 就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也都有对这一方面讨论啊 那还有很多这个经济数据来做观察啦 所以我认为短时间美股也大概不容易 再出现大幅的一个震荡拉回了 那么大涨也不容易了 因为在讨论的过程就叫做不确定因素 那么我说过 实际上这个国际股市的焦点的话 慢慢的你要体会到我跟大家讲 如果以资金的流窜的话呢 慢慢是走到中国股市这一块 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一块 这是我们大概在接近两个月了 一直在讨论这一块 那市场上的这一块会越来越明显 即使你现在看到盘面上 比如说这几天有开始跌升 比较跌升反弹的 最明显就是陈宏 陈宏今天盘中涨停板 盘中涨停板 那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就是说 它也许是跌很深的反弹 可是它并不是多头 目前看来还不是真的是多头要攻击的 因为很多地方显示 包括手机啊 触控这一块的话 它毛利是很明显的在下降的 那未来我们要左右的点 还是在中国大陆啊 最好能够中国大陆这一块 跟美国股市这一块 有联动在一起的这一块 才是我们追求的焦点 那一样我们谈股票就是两个 一个叫做指数 一个叫个股 个股这个有的差异很大 投资者你有没有注意到3105的 像这一类的股票 文贸这个都跌了很大一段 都还没有要涨上来的迹象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PA PA这个 这一块的话在国际股市是 很严重的做投下来的 好 我们先讲指数 指数的方向 指数的方向 然后呢 一个指标搭配指标座 那今天呢 到底是 这个多投资到底是盘中线是怎么做的 应该是多方的架构 今天还是属于多方的架构 我们要来看一下 那么是不是11点半到12点半 是不是持续在做一个有拉抬的现象 事实上就算有拉抬又怎么样 今天根本是 就是涨到十几二十点而已 它意义不大了 来看一下 至少我们说今天 一大早 一大早这个拉回过后 震荡之后 然后这个11点半到12点半 勉勉强强是在多头的均线之上 实在比较勉强是多头 但是这上没有惊喜嘛 这五百多元的量 你说这起一百点 真的五百多元涨一百点 我也很怕 我很怕 因为不可能的 通通你要了解 指数千万不要量价背离 指个股可以量价背离 叫做息售 量小可以过关卡 是个股的一个 一个筹码的集中跟吸售的心态 可是指数如果 这个这五百多元然后大涨的话 这个明天又大跌回来了 这一定是这样 所以 比如说没有成交量的时候 刚好在这边震荡 这个小涨一下是合理的 那么今天事实上有 有好多 有几十档的股票涨停板 今天这个指数涨了这二十一点 可是它涨的这个 比这个涨停板的还少 涨到三四十档 那就表示说 个股的表现就相当的一个明确 相当清楚了 好 那么来看指标一下 指标维持在多方 就在上个礼拜四开始翻多 上个礼拜四礼拜五到今天 都还是属于多方的格局 但是就算多方格局 你看感觉到好像蛮大的 也是百来点而已 空间不是很大 像从上个礼拜 拉了这三根之后 几乎都在同一个位置打算 过去这一天 将近一天半的时间都在这个位置打算 所以空间不大 空间不大 那我们谈的是个股 谈到个股的话就要有所谓的 国际股市的观念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谈到个股的话 谈到个股 精神就要为之一震了 一边指标没有空间 你只好谈个股 只好谈个股 那么多涨厅板 你没有的话也蛮可惜的 那我说过 来来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 我们这个时间点 这个我们会在早上八点半 到八点五十五分 二十几 二十五分钟 帮大家做 做这样的资料整理 这样的资料整理 就是说 美股上涨的 像我们最近看到美国 TESLA不是继续在涨吗 我记得我 我礼拜五跟大家讲说 这一次看核大 对 核大今天 礼拜五居然没有涨停板 但今天居然涨停板创新高 好奇怪 你看这个 慢一天也没关系 至少你知道方向在哪里 慢一天你反而比较有布局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跟大家讲 六二四五六二八五 都不断的创新高 虽然都没有天天涨停板 不过 这个表示说你方向是正确的 那么大陆股市的上涨个股 是我们最近 大家要留意的 因为创业板指数 已经快要逼近历史高点了 创业板指数 今天差我记得盘中看的好像差了七点 今天最高好像1233还是1232 那么它的历史高点在三年前 在三年前 是在1239 1239 所以这个已经不一样了 这个内容架构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我会早上在 所以你要把时间记住一下 记得8点半8点55分 我们帮你收集这样的资料 收集这样的资料 让你能够享受什么叫标股 因为新的一轮标股啊 在这个礼拜的下半周到九月份又要重新再来一次了 因为创业板又创了即将啊 没有意外大概明天就会创历史新高了 大概是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创业板 大概不是很了解了 是中国股市的一块 像类属于像我们OTC这种小型股的 所以在里面呢 所以这一次的中国股市涨上来是完全结构的不同 结构的不同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那么当然盘中也有了 盘中是10.25到10.40 盘中这是盘中 那么未来可能会增加中国股市的分析 专论中国股市在盘中的分析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 这个内容是什么 这个内容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还是要从国际股市来看 因为这里面有几个重要关键点 重要关键点 我们有三个板块 一大早会出现三个板块 这个板块是国际股市的板块 你说老师这不稀奇 事实上我们现在节目旁边都有 不过这里面要判断多头 有几个多头一个重要 一个观念在这边 譬如说我个人认为它欧元都要注意的 欧元这一次1.35 这个要留意 它慢慢的在走深的 走深 所以欧股 欧股会比美股好 要注意这一块 尤其先看看汇率 看验证我这一次跟大家讲的到底 1.35这是怎么过的 那么这个涨上来有没有 就会影响太阳能 所以这个以后等一段时间我们再把这个整个 连东西涨到太阳能 这个结构就会开始松散了 会开始松散了 好那么美元也是一辆 跌破81欧又上来了 这边在81.5这附近到81之间在那边打转 恐慌值又回到13了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这一次好像这个恐慌好像都在那个东南亚东邪这一块 好像这个好像在美股这一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那么美国指标利率 我说过美国的经济基本命只要每一年 维持在2008年以前一样 维持在2.5到3.5之间 本来美国指标利率就会是3.5到4.5 以往惯性都是 还有注意我们来看看 获得中概指数的话 一直在创高 你说这个是在美国挂牌的 那不管是人人也好 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西城 痘痘一些网络来看 都是不断的在创波段的新高 美国的美国的资金在美国本土是一直往中国 这一类的 而且这个这一类的中概 获得中概指数大概只有63档 我记得只有63档左右而已 它里面很多重量的重量级的股票 都跟电子商务有联动性 注意这一块 比如说中国股市的 这个美国股市的资金是往这一块在 一直在挪动的 在挪动的 所以你会看到 事实上美股最近也是没多大行情 没多大行情 创新高的还是那几档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美国股市上周四上周五开始反弹 结果苹果就不动小跌了 所以苹果是不是避嫌股 很明显的嘛 比方去避嫌股了 好 鲁宾肯 唯一跟苹果联动的就是这一块继续在涨 所以月峰今天又接近高点 上个人要报大量 今天又快要创新高了 台郡这个也是 只有这两块 所以你看到牌面的苹果干净股只有动这两块 你不要以为今天成虹 涨上涨清白了不起 它是破底再破底之后的上来的 这都不一样 这一块都在国际股市都做头了 我们来看一下最强的还是什么 特斯拉 有没有 Tesla继续走强 又创历史新高了 这次我们没有把 就要点茂脸 我们放在核大 我记得你在这个时间点听我讲的 在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讲的是核大 我讲的是核大 上个礼拜就没有涨停盘了 不过今天涨停盘至少还你一个公道嘛 还给我们一个公道啦 好 美国股市的电子商务持续在 这个相关的股票在创新高 可是你总体来看美国股市 事实上是没啥行情 礼拜五涨微软是因为他们 这个CEO走人 很讽刺的 是这几年微软因为上市任何的 包括windows什么都做得不好 很多跟他相关的大型企业都转上 google所谓enjoy平台去了 所以他真的是要走人 一走人的话 微软大涨 微软大涨 可见经营者很重要 就好像一个国家的总统一样 真的是 好 来看一下 来 那国际股市的 来我们来看到 这是我们的程讯一样 看一下这边 你看有没有看到 陆股的重要股市的收盘 陆股 那么陆股的话 重要股市这个就很多了 包括我们看那个 像这个 像川代士的话 月崩啊 就努宾可能勉勉强强强在涨 不过中国股市是汉王 一直在飙高 一直在飙高 因为他们有预定 预定这个所谓的 就是说山寨版的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iWatch要怎么推呢 还不如iCloud 硬的东西变软的话 可能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全世界 因为庞大的电子商务 需要什么 需要云端的庞大处理 你与其要推iWatch 或者iTV的话 不如回来做软体 这一块 我觉得 这是全世界流行的趋势 当然我们不是微软 不是那个苹果的那个 那个主事者不知道 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 3D列印的也有创新高的 像这个也是属于什么 像北纬通讯这种的 它也是属于这个所谓的 这个互联网的重要股票 创新高 一直在涨一直在涨 云端软体 像这个 一直在这个东方国庆 这动不动就涨9% 这个都是云端软体的 今天在中国大陆大涨 叫做云端安防的 所谓的这个安防防火墙 这一块 因为林静门事件啊等等之类的 包括这个 之前的林静门事件 史诺丹事件 包括很多 很多最近的这个 光大啦 高盛啦 美国的 技术性的一些 一些出了一些问题 对云端的安防这一块 中国大陆今天全面飙上涨停板了 注意这一块 安防的这一块 其实我跟今天早晨 早晨在这个节目 跟大家提到 6245的什么 立端嘛 所以立端今天是不是 几乎是涨停板创新高了嘛 就是这个观念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当你知道你懂 像我们这个 都列的非常完整 非常完整的 这个国际股市的 包括 跟大家提到 创业板 创业板的格局 互联网怎么样 全面飙高等等之类的 互联网最近非常强 中国大陆最近又回到这一块 我要跟大家讲说 创业板就是属于这一块规模 所以 中国大陆在安倍指数 安倍经济学的 结构转变之后 它的内容整个都转变了 都转变了 所以 也因为有创业板才能够 在上个礼拜 大家认为这个 这个上证啊 生俊指数 这些要拉回的时候 它反而这一两天又慢慢再 也跟上来了 跟上来了 所以这一块非常重要 现在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记得 我跟大家讲的 你如果没研究中国股市啊 你做股票会利利落落 我再跟大家讲 入股 如果你没有研究入股的话 你做股票会怪怪的 老是选不到好的股票 有的是涨一天就下来了 像今天版面上很明确的是 很多股票在补涨 是跌升到再反弹的 可是 强者很强的股票 会在这个 这个 这个礼拜的下半周 开始又重新飙一次的 我想 我应该讲得很清楚 大家听懂 很多股票 就好像我们跟大家讲 六二一四的精神 有没有跌 没有跌 它过高点就停在那边 然后准备要再创新高 很多股票会再来一次 而且这一次的涨幅会更大 投资本你听懂吗 因为 创业版创两年半新高的时候 就带动中国股市 跟台湾这些股票飙了一波了 那这一次如果创下 1239的历史高点的时候 那很多股票就飙得更凶了 因为我们投资本你要了解 过高是没有压力的 你有听过过高有压力吗 过高这种东西是没有压力的 以外资或者重要的机构法人 做股票是过高是追的 你懂我 这很重要的技术面 所以我说过 很多股票会再飙一次 会再飙一次 好 那么过高是没有压力的 Tesla不断的创新高的时候 结果呢 机构法人把它调降平等 可是在调降平等之后 有更多的机构法人 再调高它的平等 这样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才有才有这个 你看这多少年 不知道什么叫做核大了 现在你看到核大 跟这个APP帽连 我们把APP帽拿给大家看一下 3665 你看它真的有要拉回 真的有要拉回 可是啊 一拉回没多少 它又弹上来了 又弹上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APP帽连 APP帽连 你看 今天又转强了吗 小时限转强了 可是 你看明明要拉回 那拉回根本只有一天而已 可见这个股票 我们当然这一次 因为以技术面来讲 核大这一次的技术面比较好 我们是改工核大 但是当时候在APP帽连 在6月27号的时候 6月27号的9点22分 当时候的股价只有5152而已 到今天你看到APP帽连 为什么呢 因为TESLA还在涨 TESLA也有拉回过 甚至有被调降平等 当天跌了9%的时候 可是后来又创新高了 那同学们 我为什么要这样跟大家讲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观念 就好像你现在看到 看到金城涨了几天之后 在整理 可是强者很强 只要这个题材 我跟大家讲的 只要是题材都还在的话呢 是这两个交集的题材 以及入股的题材都在的话 我们接受这一块 跟中国股市这个 所谓的电子商务网通的这一块 它的商机啊 是算兆的 十兆 七兆 十兆 呛上来的一个商机 已经不是说 说你像3406今天 这个郁金光接到 苹果订单又怎么样 股价真的不怎么样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毛利是强力的缩水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我们马上进广告 把大家这一段看 他创新高 创新高了 为什么他可以创新高 因为TESLA继续创新高 就是这个观念 好 我们休息三分钟时间 马上回来 威大利 伊大利 威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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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is it good to drink 你先看看吧 威大利的金黄色 不是色素 是维他命B2的原色哦 你想当主播吗 我可以吗 你想到三立当主播吗 你想到三立当主播吗 我可以吗 你们想到三立财经台当主播吗 我们可以吗 我们再找你 现在就上传你的履历 你也可能成为下一个三立财经台主播 打破方向实现自我 Impossible is not 新式乐 新一代叶黄素 它代表是一种全新观点 精准的10比2黄金比例 美国最新专利叶黄素配方 联系三年 获得SNQ 国家品质标章 聪明选择 事在必得 新式乐叶黄素 相信专业 聪明选择 搜寻赵钥匙 也就是你 内心给我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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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理由 我的理由 我的理由 为什么 你这是我的理由 我的理由 为什么 全小姐 这是你上半年的投资获利 学会选择最好的团队 打造更好的未来 传承价值 富有未来 中国信托新一代财富管理 欢迎在这会儿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刚刚是看到这个Tesla部分 这个持续来往上创高的同时 大家会想说 那在现在台北股市当中 到底还有哪些个国 能够有一些比较正面性的带动 好 我要跟大家提到说 就好像我说的 核大为什么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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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有趣啊 因为Tesla创新高 你懂这是最基本的 这个F茂连又快要创新高了 核大已经先创新高 为什么呢 因为它涨这么多了 你看涨一大顿就创新高了 为什么 因为Tesla 所以你要抓住这个脉动 全世界什么样的股票动 跟台股的联动 这是最难的 不要舍本竹墨 这这样没研究到 不然来偶技术面 技术面就是这样而已 你做对Tesla的概念股 这个技术面 就它的价值就出来了 你去做做3105的文帽看看 你做做看 还在破底 是不是 你说基本面 文帽基本面不好吗 上半年就两块多 你要了解 这个基本面有时候是 反映在未来的 股票看的是未来 好 创跃版是上个礼拜拿出来了 今天再创新高已经来到1232了 它历史高点是1239 那这个我跟大家讲说 这个在下我们本周的下半周 整个月 因为这个 这个要再回到这一块之前 一定要先拉回一下 或者整理一下再攻一次 所以这一两天是布局的好点 那么我们在上个礼拜 投资人也很有趣 打电话跟我讲说 老师你讲的过来 我当天没有涨 当天没有涨 第二天才开始涨 可是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这样也不错 因为这个至少说 投资人们我们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动的 上个礼拜的20帐号动的 一动就两根停板 至少你很有空间去布局 我要讲说 自行这个股票 已经快要创历史新高了 我们在 大家在讲生计股这一块 大家一定要有 这一次 接下来的生计股 一定要跟 生计股已经没有本梦比了 不要再去想本梦比的生计股 一定基本上 他要有基本面的 已经完全确定24块钱 EPS24块钱 要入账的至秦 具有今天 连续两天涨停板的实力 这样懂吧 所以我们这一次 这一次生计股 几乎不做一些 有的没有的 就是中工至秦 或者说医疗器材的 这个联合股科这一类 联合股科今天也创新高 也创新高了 就是说 你要听懂 不要再讲 不要再讲什么 生计股本梦比那个东西 不要再讲那个话了 因为没有那个东西了 现在生计股涨的 都是他有基本面的 或者说已经确定 入账的这一块的 而不是说 可能未来怎么样 没有那种东西 所以如果你还在做 生计股那些 本梦比的一些股票 基本面很烂的 但是他说未来怎么样 不要再听那个东西 你要看到他 确实入账的时候 那个股票 你就可以追了 懂这一块了 这很重要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为什么跟大家 我在上个礼拜 跟大家讲的 这个就是 智勤跟联合股科 那你看智勤 这个快要撞历史新高了 所以你上个礼拜 在这边布局 刚好两天两支涨停 这个是十赚的 这个是十赚的 十赚的 好 那么一样 当然智勤我刚才也说过 这个 这边也有 有我们的 这个都有这个 这个跟大家讲的 第一个 8月20几号 今天不是这个时间了嘛 然后呢 这个 短多中多 所以不用去研判 只要你抓对股票 这个就是告诉你 怎么操作的技术面而已 也不会跟你 也没有什么 什么阻力进出表 没有那个东西啦 不要被自己困在里面 是因为你先抓到他 他才有技术面 你先抓到这个核大 因为先看TESLA 核大 或者说 Apple茂连就跑出来了 而不是因为 他技术面转强 那太多股票技术面转强了 一样 就这个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我们这套工具 最大的不同点 跟人家不讲 人家是看盘用的 我们是操作用的 操作用的 就有文字 这样的一个文字 来我们再看看这个 8月23号的9点21分 这里有几分 几分呢 8月23号9点 盘中 秀出这个 我在那时候当天的盘前 的节目也跟大家提到 智琴 那智琴已经两支涨停了 就是两支涨停了 这就是说 你的选股的观念 一定要很清楚 好 我们跟大家讲 你看这是美国 股市的蓝宝石基板 的概念 蓝宝石基板 叫鲁宾肯 那也是创一年来的新高 算是上 是比较能够 叫做苹果概念股的 月峰 今天 上个礼拜是这样子 今天又接近高点了 那么一样 这个智冠 智冠现在 在这个要被编入文创的股票 明年台湾又开始出现文创 文创产业的股票 所以这是未来政策 即将要偏多的股票 那我要跟大家讲 它基本面真的很好 今年绝对是倍数成长 所以 有买有卖 有买有卖 那么即将是不是机会又来了 注意这个股票 注意这个股票 我非常看好 因为中国大陆不管是手机游戏的话 在中国大陆 包括中青宝 就是这样 手机游戏这一块都已经飙了三倍多了 三倍多 所以它蓄势待发 做股票就是我说过嘛 有买有卖 有买有卖 准备再接下一棒 这常见多多 你看金城 今天不动是怎么样 今天不动 可是它已经拉了五支了 有买有买有买 然后这样的格局里面 根本看不出它要跌的样子 为什么 它五年都没有动 五年都在三十块附近 这一次从三十四块 拉到 已经来到这里了 为什么这一段时间是这样子 就是我跟大家讲 中国的这个 这一块 结构性转变在这一块 好 立端就是我上个礼拜五讲的 今天涨停 你不要看这一块 这叠下来 这不是叠下来 这是除息 它没有把它还原前席 它已经创新高了 这是安防的软体的 所以你怎么做 你是想做了创新高 那一定是赚的 一定是赚 没有说创新高你还赔钱 哪有那种事情 好 这个是光环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提到 它也是今天 今天如果把它还原前子 它已经突破这个关卡了 那么4G为什么提到光环 为什么4G要提到光环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光环的基本面跟华星光 这些都差不多 但它股价 它竟然差了它一半左右 这个不太合情理 那么当然4G里面的 这个基本面最好 就是联金跟 跟这个波洛威这一块 那指标在这个3-2 这个建汉这一块 那这一块在下半周 会开始再标一次 你可以留心 我们要带着你 好好的再重新布局一切 这一次到即将大涨的这个 这个中国股市 就是联动的相关股票 你有这个疑问 跟我们做一个联络 好 包括了在光环的这个股票 算是今天比较新的 近期比较新的这个个股 提供大家来参考咯 跟个分析 所以锁定明天下午2点钟 台股新公断 我是卉庭 我是缺点代 明天见 OK 拜拜